第一場開地平安 桃園鐵路地下化開工動土 行政院長蘇貞昌夏桃園合體市長 鄭文燦和鄭仁鵬 還不忘大酸張善政 張善政當院長 只願意補助不到200億 我核定中央出近800億 誰對桃園比較好 誰有魄力會做事 一比就知道 尤其對桃園 他大概過去沒有想過 今天會來桃園市長選舉 所以他當時用高額的天文數字 來讓桃園做了一個大阻礙 綠營強打政績延續 畢竟選戰倒數關鍵時刻 這不能為人作假 但張善政也不是省油的燈 選舉的時間這麼緊迫 他來這邊開工 我覺得這次又是一個選舉的動作 鐵路地下化的工程 進行了這麼久 八包一直不順利 行政院一直沒有進來幫忙 現在趕快來開個工 好像說功勞都是他們的 反槍綠營合體選舉動作多 搶曝光搶過了頭 而藍綠雙方火花還有這件事情 前一天臉書發文歡迎霍華德 鄭運鵬一句從小就看魔獸打球 意外掀起網友大酸時空穿越著 還嘲諷他是趁運鵬 開玩笑的說是小時候啦 那其實就是十多年前 對一個職業籃球的生命來說 這是很長的一段過程 所以網友就說他活在 他是一個時空旅人 我看了這個我真的是惠心的一笑 選任鬧數候選人一言一行 不管是惠心一笑 還是先請反彈聲浪都會被放大檢視 歡迎新聞陳明燕 吳淮漢 邱子凌 桃園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